弟弟突然發現 媽媽怎麼突然有大量的錢 轉到美國去 然後才去一瞭解發現說 媽媽的錢已經被轉帳到美國去 由舅媽轉帳到美國 由舅舅在美國自產 然後他們才透過海外的法律關係 打官司說這塊錢 有可能是洗錢 所以美國當地才說 這個有關洗錢的部分 把錢推回來 老人痴呆 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 可是你會發現 他重複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那你如果說明知道說 這個媽媽就是說 你的阿姊已經生病了 那在你那邊贊助 人家也是有付了 五萬塊的一個租金給你 那你哪有可能說 姊啊 你那個 兒子女兒都沒有友好 不然這樣 你乾脆那些財產嫁給我 這個邏輯是怎麼樣 拚都拚不回來 真的是不對 而且我有追這條新聞 他講說 家長姐跟弟弟都是 孝女跟孝子 想說讓媽媽安心 早就跟媽媽講說 不用什麼遺產規劃這些 媽媽留在身上 讓媽媽安心 我們不需要 說可是這一點 你表現了你的孝心 可是媽媽年紀大了 她慢慢有這些財產 旁人會動什麼心思 這就麻煩了 那因為大嫂那時候過世的時候 爸爸過世的時候 大嫂表現得非常的哀痛 你知道嗎 在喪禮上面哭斷腸 大家覺得這個大嫂好孝順 所以他們很放心的就把 親戚紅的都看在眼裡 就覺得這個大嫂怎麼 哭得比兒子還要傷心 你知道嗎 就覺得大嫂應該可以放心 把媽媽交給 因為媽媽那時候已經有點失智了 那其實有點疑慮 不過因為大嫂表現得太好了 太孝順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 那應該沒關係吧 把那個媽媽就交給大嫂 大哥大哥跟大嫂一起照顧 結果久而久之 因為媽媽的病情也越來越嚴重 就開始從一般輕微失智 現在到後來很嚴重到 連人都認不得 所以那時候女兒 女兒其實就會擔心媽媽的狀況 就一直想要去 三不十一想要去關心媽媽 結果大嫂就 開始就不讓女兒們去探望媽媽了 反正就找盡各種藉口 不讓女兒去看媽媽 結果有一次我那個當事人 他就剛好就沒辦法事情 就經過 所以也沒有跟大嫂講 他就直接就殺過去 結果大哥 大嫂到我家去看 看媽媽怎麼樣 他想說太久沒看到媽媽了 結果有去看到 大嫂剛好那天不在 就看到大哥在跟媽媽在 他就跟媽媽聊一下 聊一下就開始聊聊聊 開始閒晃嘛 就看到媽媽的存折 剛好放在桌上 放在客廳的桌上 他就打開一看 媽媽的錢怎麼越來越少 反正事業是哥哥接 不然就還有弟弟嘛 兩個媳婦都在公司做事啊 所以女兒也在公司做事 可是女兒都沒什麼事做 但是女兒就是每天假裝出差 就每天這裡玩 那裡玩就這樣而已 恐怖大姑是不是 我跟妳講 這個姐姐本來還沒怎樣 忽然發現原來大嫂 這樣可以轉移遺產 錢都被轉走了 那我是不是到時候 什麼都沒有 人是會清醒的 我覺得是這樣 他忽然發現這樣不行 他的權益怎麼保障 那又看到爸爸倒下了 現在因為大家 但因為受了這個刺激 所以不敢刺激媽媽 所以所有的財產大家都不動 都沒有人要去分 還是照 因為給另外一半是還可以 沒有什麼一些稅金的問題 然後他就厲害了 他就開始說他要養媽媽 他就跟媽媽住 然後就跟媽媽說他沒有結婚 他很可憐 要媽媽買房子給他 媽媽就聽他的 就中間就這兩三年來 買了兩間房子給他 一個讓他住 一個讓他收租 然後他就每天跟他講 他要買什麼車 買什麼東西 買什麼珠寶這樣 因為他要開始挖 他不挖他就沒有機會了 你知道嗎 這個格局就要兩邊看 他自己的格局叫做 老大家 老大家大富貴嘛 他大富貴 大富貴的時候 他前面又會散出 所以他從這邊會賺以後 他做很多社會的公益 所以說這種住宅當中 所以就容易導致 你的後代子孫 你現在不爭 但是後代子孫 就來整你這些材料